内容涉及违反未管法 拆除新台币60万元 大动作开闸中天新闻 NCC一口气重罚百万 这是污蔑王最黑暗的一天 形状似乎就像一只凤凰 翱翔天际 难得一见的奇景 是否暗喻南台湾好兆头即将降临 立委补选竞选期间 三市长合体中天新闻报导 凤凰展示云朵新闻 却被NCC视为违反公事良俗 无事实查证等规定重罚40万元 一吨是一千公斤 一吨是一千 应该没有那么多 一吨是200万斤 200万斤 我们澄清200万斤 200万斤 对 主弹没有攻击性 爬行吃竹子等懒洋洋的举动 看得更是超疗愈 直播节目中受访者口误 现场随即更正澄清 却遭到网络赤头赤尾 探讨猫熊蒙经济也到NCC来涵 就连九合一大选期间 十位高崇市长候选人的韩国瑜 播出比例过高 也遭要求限期改善 却巧合还是刻意找查 遭点名的 统统都是韩国瑜周边新闻 其实都是打着和尚骂突驴嘛 不是吗 是为了不想让韩国瑜的新闻这么多 所以找了这两个新闻来罚 今天NCC你此力一开 今天你罚了中天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劝告NCC 今天此力一开 明天就是别的台 一字罚下去 台湾的新闻自由 就毁在你的NCC手上了 台湾现在变个现象你知道吗 做事的人要被罚 作乱的人要有个鼓掌 从陆委会罚韩国瑜 从总统告名嘴 然后NCC关电视台 被一个人可以跟国家机器抗衡 那个叫做媒体 媒体有自由 你才有自由 这个叫无冕王理论 什么人比无冕王更大 老百姓 不是NCC 今天NCC已经凌驾媒体之上 难道真的是打不倒韩国瑜 先拿中间电视台隔山打鱼吗 无视媒体自律 NCC才罚游走他律边界 背后看不见的手是谁 用意为何 政治操弄都不该凌驾在 新闻自由之上